上个视频我自爆了一下行业内幕 跟大家说了百万粉丝的主播年收入到底有多少 没想到一下就火了 一天多的播放量达到了800多万 粉丝呢也涨了5万 后台的私信简直爆炸了 很多人问我关于做自媒体的方法 问自己能不能做 我跟你们说 别怀疑年入百万你也有希望 我就是没有任何团队 不懂任何技巧 完全一个人 硬生生的把两个账号 分别从零粉丝各做到了100多万 要说完全一个人那也不可能 还得靠一台手机 但是也不用什么好手机啊 我拍视频用的就是红米手机 我之前也听人家有些所谓的专业人士说 发视频用苹果手机会比别的手机流量大 可能是因为苹果手机更值钱吗 这个我也不知道 但是呢我就不信这个鞋 事实证明我是对的 用红米手机发视频也没有影响我的流量 我得声明一下 我绝对没有给谁做广告 当然要是雷总愿意给我打广告费 那我也不介意 我只是想说 很多江湖上流传的运营技巧都未必靠谱 所以首先我跟大家说的第一点就是 没有必要花钱去报那些所谓的自媒体培训课程 其实不单单是自媒体 任何事情当你想要花钱的时候 其实你就已经与成功背道而驰了 我在教减肥的那个节目呢 也是这样说的 当你想要花钱的时候你离减肥成功就已经越来越远了 因为人家想赚你的钱 往往呢会故弄玄虚 故作高深 甚至容易让你误入歧途 比如有些专业人士会跟你说 要让你的内容保持一致 可是我的视频就是天马行空 东一榔头西一棒子 完全不具备一致性 粉丝不是也照样爱看吗 还有一些人说要在每天特定的时间发视频 这样流量才会更大 可是不瞒大家说 我什么时间都发过视频 我发现什么时间的视频都有可能火 什么时间的视频也都有可能泥 总之你们在网上能看到的那些所谓自媒体技巧 我全都不在意 可我照样做起来了 你们想想这是为什么 我也不教人做自媒体 我也不赚这个钱 所以我跟大家聊的都是我的心里话 我没有任何团队运作 完全就是一个人 自己策划自己录制自己上镜自己再简单的剪辑一下 拍摄呢也不在专业的摄影棚就是在我自己家里 所以物料成本可以说为零 所以说这个东西没有任何门槛也没有任何投入 谁都可以做 因为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想透这个底层逻辑 如果平台留那么多运营技巧的bug 那平台到底是图个什么呢 平台到底是希望培养出来一批专业的自媒体运营人才 还是希望平台上有更好的内容呢 显然平台更希望有更好的内容 所以平台的各种算法必然是越来越朝着没有技巧去发展的 平台最希望达到的推荐机制 我个人认为就是只要视频好 不需要任何技巧 视频就能活起来 这才科学合理嘛 所以自媒体都发展了这么多年了 怎么会给你们留下那么多后门呢 即使早期有那些投机取巧的bug 恐怕这么多年的完善也早就已经封堵了 所以我要说的第二点呢 就是做自媒体的关键 其实是做好内容的定位和策划 内容好永远是作品获得流量的关键 你需要做的是创造出更有趣更新颖 更有吸引力的内容 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去观看和分享和点赞 前面有很多粉丝问我 为什么不带货也不做广告 仅靠视频播放也有收益呢 那是因为我们这些视频作者 通过制作大家喜欢看的内容 帮平台留住了观众 这样平台才会有流量 平台才会有机会赚到更多的钱 那么当然也会分出一部分给作者 其实作者说白了 就相当于一个媒体的外包编辑 当然要通过播放量去支付收益的 否则你觉得那些作者们 给平台提供内容是出于爱好吗 因为爱好 偶尔更新当然也可以 可是一旦当成工作 定期的更新 那可是很消耗精力和时间的 就像我做视频 虽然物料成本为零 但是每天都要消耗我大量的精力 需要我去思考去分析 去推测大家都想要看什么话题 并且还要想方设法的把内容说的更有意思 让你听了第一句就想听第二句 听了第二句就想听第三句 这个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 所以很多朋友在后台私信我怎么做 想向我请教 统一回复大家 第一别花钱 第二把精力放在做好内容上就行了 至于想要做好内容 需要你有一些知识储备和媒体的嗅觉以及灵感 可是很抱歉 这三个方面都是别人交不了的 所以重点还是第一点 别花钱 到最后哪怕咱们赚不到 至少不会赔本不是吗 先聊这么多 我是爱闲聊有观点的小郭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咱们下个视频 接着聊更有趣的话题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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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